三年前本名张帆刘全秒的这两个人 在一档相声综艺节目相声有心人中 说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 使得郭德纲当场拍板收了这俩人为徒 张帆在相声有心人的舞台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登上这种舞台的时候 我们心情其实是最忐忑的 像其他的那些选手 我们其实跟他们并不一样 他们从舞台上离开了 还能有自己的团体 自己的地方去接纳他们 但是我们哥俩 从这个舞台上下去 拥有的还是只有彼此 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回去 作为评委的郭德纲当场拍板 如果今天淘汰了 明天就可以去德云社上班 这一段对话打动了郭德纲 也打动了在场的观众 大家欢声如雷 郭德纲西才也被小哥俩的态度所打动 毅然决然 给了张攀刘全秒 一个代艺投尸的机会 也庆幸二位遇到了郭德纲 像这样的好演员 就应该有更好的舞台 后来经过九个月的考察期 师傅给了张攀和刘全秒两个人 赫字 给了一名张赫禽 刘赫安 师傅郭德纲对二人十分器重 先是德云社向上有心人的全国巡演 接下来是跟随德云社北美演出 再有是跟随师傅郭德纲的天津醒亲专场 接下来还有和岳云鹏 孟赫棠等人的商演 而小园子里的演出 只要有时间 更是从不间断 这三年 张赫禽 刘赫安过得可以说特别的舒心 师傅郭德纲也在不同的场合捧两人 天津能云社开业后 两个人去助演 郭德纲也着重介绍过两人 三年的时光仍然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张赫禽 刘赫安 已经成功的融入了德云社这个大家庭 不说其乐融融 但也开心平和 但是最近 德云社刘春山 却爆出了两个人散伙了 短时间内不会再合作 张赫禽 暂时和刘哲搭档 其他事情 要等演出恢复了以后再说了 张赫禽跟刘哲合作 张赫禽斗跟 刘哲捧跟 刘哲论辈分属于郭德纲的师弟 他师从王双福 以前是跟着孙岳一起混的 那时候 他们的相声小团体叫 一心相声社 郭德纲招揽了孙岳 也把跟着孙岳混的十几号兄弟 一起拉进了德云社 刘哲就是那个时候 跟着一起进的德云社 这些年 阴差阳错 刘哲也没有固定的搭档 除了在相声有心人 他跟美女祭天宇搭档 引起了不少羡慕的声音之外 他显得格外低调 外号机器猫的刘哲 捧得很稳 跟张赫禽搭档的话 应该能够助他一臂之力 而刘赫安则是跟 李赫彪搭档 做他的捧根的 提起李赫彪 德云社第一巴图鲁的称号 伴随了他很多年 当年奏假记者 让他知名度颇高 就是相声方面一直不闻不火 但最近几年 常听相声的人都说 彪哥开翘了 他的相声可乐了 可这太不容易了 刘赫安长得跟 靳赫兰搭档朱赫松很像 两个人在一起 跟孪生兄弟似的 刘赫安的性格 给我感觉很平稳 配合彪哥那跳脱的台风 应该还不错 张赫禽刘赫安二人 自从加入德云社 一直在寻求着 艺术上的突破与提高 但很可惜 这层窗户指 张赫禽与刘赫安 无论怎样努力 都一直也没能捅破 在舞队 如果烧饼和曹赫阳不在的话 靳赫兰和朱赫松 是铁打的船底 他们每次出场 都伴随着不断的尖叫和掌声 的确 伴随着捧根巨匠的横空出世 这二位演员 已经找到了 最适合他们的表演模式 而张赫禽与刘赫安 一直是道二的压轴出场 虽然这个位置 与他们目前的影响力 也还算匹配 但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 以他们的实力 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就应该是 分开的根本原因 二人没来德云社时 已经配合了13年 风与苦难都共同经历过 所以他们此次的分手 绝不是因为性格不合 而进了德云社 演出有人安排 收入分配也是照章办事 所以二人更不可能 因为收入不均分开 所以此次二人的分手 很可能是德云社高层的意见 既然二人合作 一直无法突破瓶颈 干脆打破这种固定组合 尝试更多种的变化 从而帮助他们寻找突破口 完成艺术上的提高 作为师傅的郭德纲 知道弟子的天赋与努力 他们欠缺的 可能就是一次涅槃重生 这次哥尔俩的分开 就是重生的开始 我们也期待着 他们破茧成蝶的那一天吧 我们下期见